大家好,我是罗宾大叔 今天是2023年12月7日 我们继续今天的节目 早上起来看到一条消息 就是新加坡和中国即将要施行互免签证的方案 也就是说中国公民可以入境新加坡 不用提前申请签证了 最长停留30天 那这个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因为罗宾大叔也有一些客人 有入境新加坡的需求 有办旅行证的,有申请美签的 那现在免签了,这个就非常方便了 那现在想讲一讲 如果有些人想要申请美国签证 因为出境记录不足 那在这样多国对中国免签政策的大环境下 我们怎样利用好这些免签政策 能够多快好省 非常高效的去刷出境记录 今天就想讲一讲这方面的话题 首先在东南亚的三个传统的旅游国家 新马泰已经或者马上都要免签了 泰国是已经针对中国公民可以免签停留15天 马来西亚可以免签入境停留30天 新加坡虽然还没有当下面签 但是马上就要施行了 也就是说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都已经是免签了 那再加上韩国的冀州岛也是可以免签入境的 那就是新马泰韩 另外美国的一个海外领土塞班岛 这个大家也不要忘记 塞班岛是可以对中国公民免签入境最长停留14天的 但是有一个前提 就是你没有每签拒签的记录 以前从来没有被每签拒签过 可以使用免签入境塞班岛的政策的 另外如果有这样刷出境记录的需求 日本最好也顺便去一次 韩国都去了 日本也最好去一次 但是很可惜日本对中国公民不是免签的 但是日本签证相对还是比较简单的 特别是你如果有国内一二线城市的户口 就更加容易办了 大家可以去跟有办理日本签证资质的旅行社 或者签证代理沟通一下 在我看来这个难度是非常低的 那你就可以非常高效率的把这些东南亚东亚以及美国的塞班岛这些国家都刷一遍了 那当然刷出境记录之前啊 不但要准备好护照 其他的准备工作也必不可少啊 包括你准备好前往这个国家的往返机票 或者呢你有可能去了这个国家不是返回中国要去另外一个国家的 那要准备好入境这个国家和离开这个国家的机票 另外呢定好当地的酒店啊 你最好在入境前不要取消 有的人就比较鸡贼啊 想选那种比较便宜的民宿啊 或者自己租房啊 或者甚至自己搭个帐篷省钱之类的 定好酒店以后呢 然后就给取消了 拿着一张没有效力的这个单子啊 去入境这个国家 你要万一被查出来就有可能被人家打回来遣返 所以呢 订好酒店就订好了 不要轻易的去取消 往返机票加酒店订好 带好钱 然后就可以入境了啊 入境以后呢 其实我们的主要目的呢 是去刷这个出入境记录的 所以呢 不用停留太久 你在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呢 停留一到两天 其实也就够了 对于美国签证的DS160表格来讲啊 他对于你停留多久是没有填写的地方的啊 他只关注你到底去了哪些国家或者地区啊 停留多久呢 不用填 所以你停留一天或者两天就够了 所以呢 如果把以上这些东南亚东亚的国家全部串起来呢 你就会发现你就一下子可以累积到新加坡 泰国 马来西亚 日本 韩国 美国 这么多国家的出境记录 如果你本来是白本 现在通过一趟旅行 把这么多国家的出境记录都给刷了一遍 那就显得非常好看了 如果你本身的条件不太差的话 拿着这一份出境记录去申请美签呢 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希望的 那有的人又要问了啊 我有没有可能啊 就比如说我现在就想申请美国签证 那既然这些国家已经免签了 比如说新加坡马来西亚可以免签停留30天 或者泰国免签停留15天 那我能不能用这个免签的资格 前往这些国家去当地的美领馆申请美国签证呢 那这种情况呢 不能说不可以啊 但是呢 除非你的条件特别好 并且呢 你会说英语啊 或者说当地的语言 比如说你去泰国 你要么会说英语 要么会说泰语 那新加坡马来西亚倒是有这个优势啊 他当地大概率都是可以说中文的啊 那最好呢 你可以说英语啊 万一碰到一个不会说中文的签证官 那你就抓瞎了 对吧 所以除非你条件特别好 并且会说英语 否则呢 我不建议大多数的人啊 大多数普通人 利用这个免签的资格去当地申请美国签证 申请美国签证呢 最好还是在中国申请 是最为稳妥的 你在中国呢 约束力是最强的 通过的概率也是最大的啊 当然特殊的情况 我们特殊对待 也有一些情况特殊的朋友 确实也用这样的方式呢 到第三国申请到美签了 比如说我有一位客户啊 就是用这样的免签的身份到了泰国 然后拿到美签 直接从泰国飞美国了 这也是有的 但是呢 这是非常非常特殊的情况 如果有这样的需求 想要一对一咨询 可以添加罗宾大叔的微信 或者电报付费咨询 那当然申请美国签证 申请加拿大签证 或者瓦努阿图绿卡 瓦努阿图永居呢 也可以添加罗宾大叔的微信 或者电报付费咨询 瓦努阿图呢 是一个南太平洋岛国 提供一个快速低成本的 海外永居卡绿卡的申请通道 少买一辆买菜车呢 就可以给一家三口 办理下这本瓦努阿图的绿卡了 好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就先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聊